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完全是没有封号的一国之君 蒋介石第二次北伐 就是伐达 张作霖之后 他的儿子张学良又成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 位居蒋介石之下 在张家大府内 张学斯是有名的四爷 他的母亲许夫人 出身河北以铁匠之家 长得太漂亮 被张作霖看上 抢去当了四姨太 张学斯是许夫人的掌上明珠 但是 张学与斯在读书时 就与进步老师 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王金镜很要好 在他的影响下 十七岁的张学斯 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张家第一个中共党员 随后 张学斯化名去东北军进行秘密兵运 差一点挖走老哥张学良的一个团去当了红军 但是 由于左倾路线着的错误 反而在兵运就要成功时失败 张学斯也因此与党府之失去了联系 之后 在张学良的推荐下 张学斯去了南京中央军校 1937年他毕业时 国民党大将胡宗南和贵永青争着要他 但是 张学斯去了东北军 在五十三军当了一名小排长 正是这里 他又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 但是 因为与党失掉联系四年 必须重新入党 结果 张学斯又于1937年8月第二次入党 后来他的党领还是从1933年起算 1937年12月 五十三军在与日军作战中 一窥千里 残兵败将跑到太行山去了 张学斯正在郑州 之后经党组织统一 去香港看望母亲 1938年10月 他由周恩来亲自安排 化名去了延安 在延安 张学斯一个公子哥出身的人 和其他人一样吃小米 咸菜 以此 刘兰波等人筹备一个东北旧王总会通讯处 由于缺少经费 房子盖付起来 张学斯知道后说 我可以出钱 刘兰波大吃一惊 你哪里有钱 原来张学斯来延安钱 母亲给了他一笔钱 他全部存在边区银行 你能出多少 刘兰波问道 六千大洋 刘兰波惊喜一场 你哪来这么多钱 结果 这笔巨款 张学斯自己没花一分 全部宣献了 第二年九月 张学斯被派去抗大三分校担任队长 第三年 他被派去进察纪根据地 担任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 1944年 张学斯经过战火锻炼 被调任进察纪军区平西军分区 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司令员是老红军出身的刘道生 第一次见着他 开玩笑说 我看你是自找苦吃啊 从香港跑到延安 从延安跑到冀中 又从冀中跑到这个最穷的地方 哪里差 你就跑哪里 张学斯说 设得很合我的心意 随后 他成为了刘道生最得力的助手 一次作战中 他得病打败的 令警卫员把他捆在马背上行军 随后 他指挥一个团 拔掉了北平不远的庙峰山的两个大据点 接着又一股作气 挥师拔掉日军十多个据点 打到了北平城边 把平溪解放区扩大了一倍 张学斯干得风风火火 可在母亲许夫人眼中 他却还是一个孩子 1945年4月 董碧武以中共代表的身份 随中国代表团去美国旧金山 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 许夫人正居住在纽约 经过多方询问 打听到中国代表团的住处 然后不辞辛苦 从纽约赶到了旧金山 找到董碧武说 我有个孩子叫张学斯 在你们八路军那里 他怎么样 他还年纪小 不懂事 请您多关照 董碧武笑着告诉他说 你的儿子很好啊 学斯已经是一个军分区副司令员了 很会打仗 你老放心吧 许夫人没料到几个月后 抗战胜利了 张学斯被党中央派往东北 担任了辽宁省政府主席 省军区司令员 这时张学 司才三十岁 成为了党内最年轻的省一级的高级干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张学斯去了海军 1953年 他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 这个任命比不少老红军还高 1955年 他又备受少将军衔 后来他还成为了海军参谋长 张学斯是张作霖所有儿子在新中国职务最高的人 七十年代 张学斯去世 临终前他说 我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 在张学斯去世后 海军党委专门给他的母亲许夫人 请了一位服务员 海军党委提出为老人补助一定的生活费 周恩来亲自再报告把一定改为足够 老人晚年和儿媳谢雪平 孙儿孙女生活在一起 老人高手 翔年九十岁才去世 欢迎关注陈冠任微信公众号 CGR0000001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 一条